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兵临城下 苏联军民捧仇敌愿 奋起还击 考验前所未遇 斗争艰苦卓绝 战无不胜的神话之师 为何屡失战机 变成危机重重的末路狂兵 摇摇欲坠的东方巨人 粉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迎来象征胜利的伟大转折 百战经典 纪念前苏联魏国战争胜利 65周年特别节目 血色黎明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 苏联民歌福尔加传夫曲 深沉而悠扬 曾经在中国广为传唱 那优美的旋律 和着福尔加河的波涛 至今依然荡漾在我们记忆的身处 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河 它不但孕育了灿烂的俄罗斯文化 也见证了俄罗斯那些烽火连天的争容岁月 在福尔加河下游富饶的平原上 矗立着一座英雄的城市 它就是斯大林格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了保卫这座英雄的城市 英勇的苏联红军和德军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作战 这就是著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福尔加河畔并不消炎 斯大林格勒惨遭劫难 背水一战 钢铁一致 铸就攻不破的城堡 回天伐宿 法西斯德国迎来末日残养 苏德战场最为惨烈的战役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1942年4月5日 刚刚在莫斯科城下 出场失败滋味的希特勒 发布了第41号元首训令 决定发动下级攻势 其首要战略目标 就是苏联重镇斯大林格勒 对于希特勒把斯大林格勒作为主要目标的原因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做出的解释之一就是 斯大林格勒诱惑了希特勒 这座城市的名称就是对他的挑战 斯大林格勒原名叫做查理金 在1589年的时候 沙俄政府为了保卫福尔加河和洞河的结合部 就在福尔加河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城市 取名为查理金 那么后来随着俄国的发展 查理金就成为俄国的一个工业城市和交通中心 苏联的什叶革命之后 苏联就进入了国内的内战状态 当时的白匪军在德国人的支持下 开始进攻查理金 当时指挥查理金军民 抗击白匪军进攻的就是斯大林 那么斯大林指挥这场保卫战 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是当时苏联红军的一个杰出的战役典范 1925年4月10号 苏联政府为了表彰 斯大林在查理金保卫战中的功绩 就将查理金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到了1961年 赫鲁晓夫政府又将斯大林格勒 改名为福尔加格勒 一直沿用到今天 当然 作为一代枭雄战争狂人的希特勒 不会天真到因为一个城市的名称 而轻率的做出进攻作战的决策 事实上 斯大林格勒吸引希特勒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他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纳粹德国的进攻洪流 在莫斯科的铜墙铁壁之下 不得不转向 失败之后的希特勒 当然不担心 他继续一场圣地来挽回自己的神话 同时 他也很清醒地认识到 征服苏联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与同盟国的战争 是一场持久的世界大战 那么要想赢得这场持久战 关键是什么 还得靠实 要有资源 只要有丰富的资源 才能和庞大的同盟国体系周旋下去 所以希特勒非常急需石油 煤以及各种矿程 以便让他的战争机器继续高效动 于是他就把眼光投向苏联的南地高加速 因为高加速的资源非常多 特别是这里 盛产石油 是苏联的石油基地 一旦德军占领了高加速 就可以切断苏联的整个命脉 苏联就像 因供血不足一样而失败 德军呢 相反则有了新的血液补充 越战越强 同时 德军一旦控制了高加速 就能切断盟国 通过伊朗给苏联运来的物资援助 还可以为德军向近东和亚洲进军呢 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条件 所以德军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就说呀 战争的胜败将取决于东线 只有占领了高加速 德意志军事帝国 才能得以长期生存 为了确保进攻高加速的侧翼安全 齐特勒决定攻占斯大明格 1942年5月 德军南方击弹军群发动了克里姆战役 攻陷克里姆 苏联的黑海舰内的主要基地 塞瓦斯托波尔港失守 同时呢 在哈尔科夫战役中啊 苏军的西南方面军遭遇到了重大的打击 三个鸡蛋军被德军核尾 苏军一共损失了25万多人 斯大林格勒的门户 大开 德军长期直入 禁逼斯大林格勒 1941年4月 德军大本营制定了以夺取斯大林格勒为核心的蓝色行动计划 担负攻占斯大林格勒任务的 是由保罗斯上将指挥的德军精锐之师B集团军群的第六集团军 面对拥有13个师27万人 三千门火炮 约500辆坦克的第六集团军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保卫斯大林格勒 而新组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要在长达520公里正面上组织防御 就显得力量过于薄弱 起初苏军担任防御任务的一共有12个师 大约有16万人 但是随后经过战役进程的不断发展 双方不断的向斯大林格勒的方向 投入新的兵力 战役规模越来越大 德军随后又投入了他的第四坦克阶弹军 第二集团军 匈牙利的第二阶弹军 以及罗马尼亚的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 以及意大利的第八集团军 在兵力最多的时候 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 兵力从今达到了100多万人 而苏军投入的兵力总共有三个方便军 在兵力高峰期 他的兵力也高达了110多万人 1942年7月17号 德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一场惨烈程度绝不亚于凡尔登战役的大厮杀 首先在斯大林格勒以西的远接近地 拉开了帷幕 苏军顽强抵抗德军六个昼夜 为进一步完成防御部署 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对于苏联军民而言 斯大林格勒除了不具有莫斯科的首都地位之外 他比其他任何一座苏联城市都多了一层政治含义 以汗水和生命来保卫这座以领袖名字命名的城市 就是在爱戴和保卫自己的领袖 斯大林格勒的军民们迅速行动了起来 连妇女和老人也拿起铁心 加入了修建防御工事的队 苏军根据斯大林格勒周围的地理状况 先后构筑了四道防御地带 建立了纵身梯次的防御阵地 福尔加河畔并不消灭 斯大林格勒惨遭劫难 被水一战 钢铁一纸铸就攻不破的城堡 回天罚寿 法西斯德国迎来末日残养 苏德战场最为惨烈的战役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顿河是德军进攻斯大林格勒道路上的唯一一道天然障碍 也是苏军可以依托的唯一一道天然屏障 顿河防线的争夺战就成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当中最激烈的作战行动之一 一时间顿河大火硝烟满 双方为了争夺每一寸体力而展开了 远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时刻关注的斯大林格勒的战况 没有人比曾经指挥过查理金保卫战的斯大林更清楚顿河防线的重要性 他决心要全体红军战士的精神和肉体筑起一道德军无法突破的钢铁防线 7月28日 根据斯大林指示 苏联国防委员会下达了第227号命令 现在我们已经失去了人力资源的优势 也丧失了粮食储备的优势 继续后退不是意味着自杀 就是等于亡国 不准后退一步 这应当成为我们当前的口号 而远在狼穴的希特勒也向保罗斯发出了进攻再进攻的指令 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 苏军经受住了德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德军的进攻速度由开始的一昼夜30公里 下仗去12至15公里 并最终在顿河以西岸地区暂时停顿下 苏军防御的第一目标基本达成 然而形势还是越来越严峻 为了不给苏军以喘息的机会 8月19号德军调集重兵对斯大林格勒发起了第二波攻势 8月23日 德军航空兵出动飞机约2000甲刺 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自入侵苏联以来最疯狂的一次轰炸 头下的炸弹有一半以上是燃烧弹 斯大林格勒这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废墟 与来自空中的威胁相比 苏联军民面对的地面威胁更为严峻 德第六集团军于23日强度论服 直接穿插到斯大林格勒一本 这不仅切断了斯大林格勒与外围的联系 而且直接对市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此时此刻斯大林格勒危在旦夕 危难之时方显英雄本色 就在这时 诸可夫再度受命来到了斯大林格勒 为了便于诸可夫对前线各部队实施统一调遣与指挥 苏联国防委员会任命诸可夫为最高统帅部 副最高统帅 全权指挥前线的苏军 诸可夫元帅可以说是二战中苏军中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也深得斯大林的信任被称之为救火队长 哪里有困难 哪里困难最大 就把诸可夫派往哪里 准能转为为安 诸可夫接手任务之后 同乱前局 决定将斯大林格勒变成绞杀德军的侥幸台 苏军总策部吏登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计划 就是准备实施反攻 用强大的预备队对德国的重兵集团实施合围 给德国的B级战军群以毁灭性的打击 彻底改变苏联南部的整个战略形势 那么这个计划就是天王星计划 这个计划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 就是苏军最起码要能坚守斯大林哥勒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朱可夫到了前线的主要任务 首先就是故事期重新协调苏军的组织部署 以扭转当时苏军的推势 尽管朱可夫的到来 加强了苏军各部队之间的协同 稳定了军心 迟滞了德军进攻 但是德军还是一步步的逼近了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轴心国部队共有50多个式 其中直接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有13个式17万人 而苏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 虽有120个式但人员缺额严重 实际上防守斯大林格勒的第62和第64集团军 共有9万余人 斯大林格勒城防委员会不得不开始组织市民撤退 30万人儿童和伤员撤退到了福尔加和东岸 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减轻城市供应的负担 希特勒是欣喜若狂 他相信莫斯科城下那失败的一幕再也不会重演了 因为他的军队此时已经踏入了斯大林格勒的市区 下一步的巷战虽然说会有点麻烦 但是从军事常识上来判断仗打到这个地步 苏军的继续抵抗已经没有了意义 只要切断斯大林格勒与外界的联系 那么用不了多久 德军就可以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 纳粹的万字旗将在斯大林格勒的市中心高高飘扬 但巷战的艰难远远超出了希特勒的想象 在平坦宽阔的福尔加平原上横冲直撞的德军装甲部队 在市区的巷战中失去了用武之地 9月13日德军开始攻城 保罗斯第六集团军担当主力 从城北实施猛烈突击 霍特第四装甲集团军自从城南推进 侧应保罗斯在城北的主攻 苏军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六十二集团军 和舒米罗夫少将指挥的第六十四集团军 授领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市区的任务 14日德军从城北突入市区 与苏第六十二集团军展开了激烈现战 双方逐街逐楼逐屋的反复争夺着 斯大林格勒变成了一片马力场 城中百分之八十的居民区被摧毁了 在麦士瓦利和废墟的城市当中 苏联第六十二集团军顽强抵抗 在城中的每条街道 每座楼房 每家工厂内都发生了激烈的枪战 尽管德军对福尔加和东湾 进行了频繁轰炸 但是苏军还是从那里得到了不断的补给和支持 9月25日德军占领了市中心 27日冲进了北部工厂区 并重新占领了马马耶和高地 但是在29日又被苏军夺回 以后的战斗更加激烈 两方军队不断交替占领这片高地 德军的推进不是用功力来计算 而是用米来衡量 纳粹德国狂飙突进 濒临城下 苏联军民同仇敌凯奋起还击 考验前所未遇 斗争艰苦卓绝 战无不胜的神话之师 为何屡失战机 变成危机重重的陌路狂兵 摇摇欲坠的东方巨人 怎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迎来象征胜利的伟大转折 百战经典 纪念前苏联魏国战争胜利 65周年特别节目 血色黎明 德第六集团军一位叫汉斯德尔的军官 在禁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这样写道 敌我双方为了争夺每一座房屋 车间 水塔 铁路路基 甚至为了争夺一堵墙 一个地下室和每一堆瓦力 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其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对火车战反复争夺达13次之多 在一个大粮食仓库里 两军的士兵非常接近 甚至能够听到对方的呼吸声 经过几个星期的苦战 德军最终从这个仓库里撤走 在城中的另一个部分 由杨科夫巴普洛夫指挥的一个小分队 共计六人占据了城中心的一座公寓楼 并且顽强的进行抵抗 士兵们在大楼的附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 并在窗口安设了机枪 还将地下室的隔墙打通 以便通讯 这座顽强的堡垒 后来被苏联人骄傲的称为巴普洛夫大楼 现在这座楼仅剩一堵墙还留在那里 上面刻着士兵抵抗的画面 右上角刻着58 表明他们六个人坚守了58天 由于城市里布满了高达数名的把力堆和废弃建筑 德国的坦克部队毫无用力之力 此外苏联的狙击手成功的利用废墟作为掩体 给德军造成了极大伤 最为成功的一名狙击手 到11月20日为止 已经击毙了224个敌 这名士兵也成为了好莱坞影铁 兵临城下中的主人公 瓦西林扎一惨故 苏军充分利用巷弹来与德军展开近身的肉搏战 特别是用狙击手来一个子弹一个子弹的消灭体 在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发挥不了作用的时候 狙击手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苏联的第62军 组建了上百个狙击小组 其中有一个人很有名 叫瓦西林扎一财富 许多观众朋友们都看过 《兵临城下》这部大片 里面的主人公的原型 就是瓦西林扎一财富 他小时候经常给父亲和哥哥一起进山打猎 念就了一身好枪法 天生就是一个射手 18岁就参加了苏联军队 正好赶上斯大林格勒会战 他的枪法就在这场战役中派上了大运长 这就是一个优优独的优独 这就是一个优独的优独 这就是一个优独的优独 优独的优独 在参见之后的短短时间内 他就击毙了42名德军士兵 所以就引起了德军的高度重视 德军就决定要拔掉这个钉子 就把德军的王牌狙击手柯林斯 调来斯大林哥勒前线 专门对付扎伊彩夫 最终在这两个王牌狙击手之间的决斗中 扎伊彩夫笑到了最后 从而名声大正 成为狙击手界的王宗王 我希望你能帮助你 俩将其他王牌独 让我做一件最后的事 让我做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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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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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